如今,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已经是进入到晋级赛阶段,观众席中也是出现了马拉多纳、陈奕迅等大咖明星。 然而,一位中国一杯超模也是趁着这个世界杯的热点现身,但凭借火辣的身材就连歪果人也是折服。 北京时间6月27号,已经进行到第13天比赛的世界杯,到了死亡晋级阶段,而在今天凌晨中,阿根廷终于在梅西的带领下,拿下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胜利,也是艰难挺进16强比赛。 但除了阿根廷对战尼日利亚这关键一战之外,还有一场备受关注的比赛,那就是丹麦VS法国,虽然这场比赛最终以0比0打平,但是在这场比赛的观众席中,一位中国美女,却成为一众篮球迷的焦点。 当晚,在于醉饰演大嫂,而一炮而同的徐东东,身穿一件白色法国球服,现身世界杯的观众席中,一般人穿上这球衣是相当普通,但在徐东东身上,却变成了一件大身微的性感衣服,真的不愧是衣杯超模,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火辣的穿着。 所以徐东东在现场就令外国人都成为他的球迷,马上上来求抱抱,而奔放的东东也是来着不惧,不过这时这位外国人因为太激动,所以是直接扑倒在徐东东的身上,连旁边的女生都吓到张大嘴,但是见惯大场面的徐东东却一点也是没有花容失色,相反是显得相当开心,甚至是脸蛋都红了起来。 不得不说,在本届的世界杯中,虽然没有了国足的参加,但是中国美女却再度凭借火辣,穿着展示在世界观众的面。